实话我几年前跟胡可一起搭档做过一段时间的节目 那时候胡可给我的感觉因为她特别的美 然后就很聪明 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她有一种就是天鹅的感觉就挺骄傲的 那我那时候我觉得 我就觉得像一个那么骄傲的女孩子 怎么就能挑定了就是杀意 就是她了 她就是我老公了 你当时是有什么事情 促使了你觉得我能嫁给这个人 对 因为其实谈朋友又是谈朋友 对 决定要嫁给这人 但这的确是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 因为我觉得演员其实本来 她面对的诱惑就会比较多 因为去少离多嘛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就会比较少 然后另外她会比我小 你介意吗 其实我不是介意 我只是觉得可能她的未来的未知性 比我的未来的未知性要大 她还有很多可变的空间 可能会比我的要大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敢保证说 未来她是不是会像今天一样的对我好 也犹豫过 然后也可能曾经想过 要不就算了 真的吗 你跟她说算了 你跟她说了吗 就咱俩算了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但我没说 但我的可能种种表现会让她觉得 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了 真的呀 那她怎么表现的呢 她就被我骂了一顿 真的啊 能学学吗 这怎么罢了 她把你骂了 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她一开始就觉得 我是不是喜欢别人了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也不经常给她打电话了 然后可能打电话的时候态度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只是我的心里面特别纠结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间在一起 就是她是很想结婚的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希望能够去 奔着结婚这条路去走的 但是我真的不确定说 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 我很适合的结婚对象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适合的话 到时候可能会 就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对 我是这么一个纠结的一个过程 理解 对你也经常这样纠结 我这种感觉 你也理解 但你怎么就决定是她了呢 她当时反正就打电话跟我说 她说 她的意思就是说 是她做的不好吗 我说没有 我说你非常好 但是我只是对未来的不确定 然后她就说 她说其实每一个男人对你来讲 她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 即便是你现在找一个可能40岁的人 你以为她的未来就是确定的吗 就是每个人的明天都是不确定的 反正就诸如此类的 像是哲学家一样的 诸如此类的这种道理吧 加上那个加上训斥 也不是训斥了 就说你怎么那么就是小孩脾气呢 然后后来我说 我说那好吧 我说对不起我错了 对 然后我就承认了错了 然后这样关系就缓和了一下 缓和了一下 后来慢慢慢慢的 后来有她也提我一次分手 啊 她敢 她提我那次分手呢 我说她怎么今天不敢来我们的节目呢 原来她居然提出了分手 我觉得究其原因可能 其实还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是个性的原因 就是她呢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一个人 她比如她每天都会说我爱你 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地方的话 她每天都会打电话说 哦 我想你了 但我的反应就是 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 而且 主持人呢 真的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很习惯 表达方式会不一样 对 有一次我拍戏拍到11点多钟吧 然后就在北京郊区闷通沟那边 然后她就 我还每次自在给她发短信呢 然后我还什么什么什么 开玩笑呢 她说那个你收工给我打一电话吧 然后后来我就给她打了一电话 我说怎么了 然后呢 我说你今天来找我吗 什么之类的 还在开玩笑 然后她说 我想了很长时间 说那个要不然咱俩就算了吧 晕倒 那这个粉太受刺激了吧 我当时就傻在那了 因为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说 她说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你不提分手 我永远都不会提分手 男人是善变的 她曾经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气愤的说 我说你不是说过吗 就当时我一下就乱了你知道吗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是完全不在我的那个预期的范围内 后来她说 她说那个 我觉得咱们俩还是不适合 就不合适 然后反正就说了几句 也没有讲太多的理由 然后后来她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说 我又打过去 我说不行 我说我今天晚上要见你 她说不见 你把话说清楚 对 然后不见 然后后来就又挂了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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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怎么说都不见 游了她 怎么说都不见 然后就挂 然后就关机了 呦 太贵了都 她今天好在没来 我跟你说 真的 她还想走出去吗 她要在她不让我讲了 然后我就当时特别木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坐在车上 反正就往宾馆走嘛 然后一会儿电话响了 然后一看是她来的电话 她绷不住了 她绷不住了 接电话 然后她说她也没说要见我 她反正那意思就是说 咱们俩先冷静一下 然后过两天再见面 我说不行 我说我今晚一定要见你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 然后说了好长时间 她说那行吧 就答应了 又约在面馆里吗 这感觉像街头的地方 不在面馆 约在面馆旁边的我们家 然后后来就反正常谈了 整个一晚上吧 一直在聊 我觉得 就可能之前很多事情 都没有放在桌面上去谈得很开 就她对我也是有误会 然后我觉得我做的 可能也不好 就比如说我的表达方式 我没有介意她的感受 没有去在乎她的感受 然后她就觉得 她永远就像 就像 热脸贴冷屁股一样 因为在后面追 然后永远都追不上 就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并不是说她不喜欢我了 或者是说她觉得不爱我了 她是觉得爱得太累了 老没有这种回馈 对 虽然说爱情是不应该要求回馈的 但是 不是她要呼应 她要求呼应 后来那天我也跟她解释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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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后来反正 我也费了很多的心思去 去向他道歉 那后来你听他说 我爱你吗 后来说了吗 你说后来变了没有 对啊 我觉得变很多 变很多 对 会去说了 然后也会说 哎呀我想你了 什么的